小偷盗墓摸紧 误入倭寇遗留基地 发现封藏的武士刀 倭寇阿嫖闹处 打掉脚肉 寻谱调查 晚上阿嫖突袭 手起刀落干倒食品 取资料 找到肉身 恢复实力 村长请盗长出马 盗长被僵尸追杀 窝寇阿嫖趁机偷袭 你是中国的僵尸 就应该打败他 僵尸怒打阿嫖 双方步枪波动 全力一拼后 僵尸离开 盗长步枪武德 贯穿阿嫖 主角是清洁工 突然拿出枪 对老人家射击 老人原来是吸血鬼 吸血鬼高速移动 打开反击 与主角牛搭在一起 主角轻功弹甲 划掉吸血鬼的牙 然后卖了换钱 而嘎掉的吸血鬼 是鬼王的儿子 鬼王追杀主角 把所有销售商干掉 主角还在捕猎吸血鬼 发现黑石一片狼藉 主角女儿被抓走 主角和队友去救人 队友活力压制吸血鬼 主角独自对战鬼王 鬼王实力抄群 主角完全不是对手 最后一击被主角埋伏的金属丝 割掉了头